那卡尔文森号进到南海一周之后 在厦门的气象雷达出现了大杂波 电磁波覆盖的范围直径460公里 然后美媒的猜测 从这一连串的讯息把它兜起来 说南海方向爆发了激烈的电磁较量 然后再结合这个新闻 航母电子中队的指挥官被解职 证明什么 中美在南海有一场电磁大战 对不对 所以美国打输了 还得了 难怪这个航母的电站指挥官要被解职 这是美国媒体从所索碎碎的新闻讯息当中 都出来的一个过程 所以那很惊讶 但是现在传出大陆解放军 这个16D没有出手 跟美方对阵的是运巴电子战机 好 所以某年中大陆国防部举行了最后一场记者会 也谈到了菲律宾 把菲律宾臭骂了一顿 特别讲到假消息的部分 告诉 然后他讲了一句话 这是什么人道主义运捕 这完全就是碰瓷是作秀 本来想用这句来操句的 然后至于所谓的使用声波雷射武器 完全是无中生有 没有意图没有必要 美方望求 这个美非共同防御条约 威胁胁迫 中方不吃这套 要求美方立刻停止插手 当然也讲到了台独 也给台独发下了这个通牒 所以丽将军你看 在中美在南海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让美国的航母的指挥官被解职 听起来事情很大 这几件事情 虽然说是分别发生的事情 可是整个都是包含一件事情 我觉得整个就是 为了争夺南海地区这个地方的 海底电缆的一个建设 因为未来谁能够掌握到 海底电缆的网络传输 谁就能够掌握到全世界 第一个我们先从第一个开始看 菲律宾这个炮艇进行改装 它背后代表的含义就是 菲律宾要把美国 把美军卷进来 因为我们现在来讲都知道 美非签有共同 军事共同协防条约 如果说现在是海警船 对海警船来讲的话 还不构成军事的对峙 美国没有理由可以加入这场战争 但如果菲律宾现在已经开始 他用炮艇的话 代表他是海军出动了 如果海军要准备出动的话 大陆会不会也用军舰来对付他 那时候就变成军事上的对抗 这样的话美军就名正言顺 可以来参加这场的 跟中非之间的这种 军事上的一个战争的支援行为 所以说这边要提醒大陆 要特别小心不要着落这个道 因为他如果说用军舰来对付你的话 他就希望你用军舰来对付他 我觉得这就是 不知道他炮艇为什么要装钢板 对不对他就防射击嘛 但是现在来讲的话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第一个就是 菲律宾要把美国加进来 也有可能是美国从总菲律宾去做这件事情 就你用军舰去对付他 让中国的军舰出手 这样我就可以名正言顺 我的航母就可以进来了 第二个我们看这个 为什么我讲这个很重要 海底电缆 我这边特别收集到一个资料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现在全世界来讲的话 目前来讲 从欧洲到亚洲的所有海底电缆线 抱歉我先打断一下 来我收到一个最新的消息 大陆国防部长是不是悬缺了两个多月 现在出来了新的国防部长 他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 任命了解放军的前海军司令 董军担任这个新的国防部长 这是一个刚刚出来的一个讯息 在李尚福被这个解职之后 全缺两个多月 大陆终于在岁末年中 2023年最后一个上班日 出现了新的国防部长董军 山东烟海人今年62岁 他曾经担任过这个解放军的 海军副参谋长 也担任过南部战区的副司令 那2021年9月份开始担任 这个海军司令员 好 先提供大家这个最新的消息 然后这个请立将军继续 大家看这张图 这就是海底电缆 现在全世界的位置 大家有没有发现说 南海地方是非常的密集 也就是亚洲 经过中东 再经过到欧洲去 这条的这种 在海底电缆线 是非常的一个密集 那目前来讲 我们看到刚刚毛林讲的这句话 就是说 要是经过我国的海底 你就按规定来申请 我都会核准 那言相之意代表什么 南海是中国大陆主权的 所有权的国家 你要在这边铺设海底电缆的话 必须要经过我中国的同意 所以美国为什么在那边抗议 说我申请了半天 你百般的阻挠 就是这样 那美国需不希望 它现在在跟中国竞争 这个海底电缆的铺设 大家要知道 我给各位几个注意 现在海底电缆全球 总共有486条 长度有到130万公里 这么长的海底电缆 那这海底电缆 现在跟以前的不一样 以前是用电线 现在是用光纤 跟法式一样细的光纤 它传输的速度 是这个卫星的3000倍 到5000倍 这么大的一个平输的传量 而且比较不容易受到干扰 因此 海底下东西 大家也说看不到 但是事实上 它的这个争夺 是非常非常的激烈 但这个电子大战 看起来这个美方 用非常大的动作 把它给解直 而且我们看到 其实在那个新闻稿里面 就是讲的 还看起来是蛮生气 所以这个大战 看起来是输得很惨 输得很惨 这个现在来讲的话 其实电子战 是一种无形的战力 有形战力就是 热兵器就是枪跟炮 那就引发东西战争 但是电子战来讲的话 就我不会引起战争 但是我把你的这个导航设施 或者让你战机上面的所有 那美军大家讲 为什么这次很惨 因为它这次上去的飞机 是非常美军最好的 航母的电子战机 叫F-18A 咆哮者战 那架战机完全就是为了电子战 航母战斗群的电子战飞机 如果说航母电子战飞机 你这个战力都 电子战完全被干扰掉的话 代表你整个航母战斗群 完全失去作战能力 你各间之间的彼此 互相通联联络 或者是你的这个 飞弹导航设施 是完全一片空白 这个以前在 其实96年的时候 飞弹危机的时候 美军那时候 航母战斗群 敢大喇喇开进 台湾海峡 就是因为它的电子战 能力很强 那时候大陆来讲 他们解放军海军 那时候我 这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 我那时候在 国防部我很清楚 就是他用电磁波 用电子战 把解放军的 那两条出来最新的驱逐舰 完全把它瘫痪掉 所以那条 驱逐舰在那个地方 完全没有 这电子战有多重要 我举个例子 我们现在都开车 我们车上都是用电脑 如果说你车上 电脑坏掉的话 你车子引擎 连发动都发动不了 因为大家有没有 注意到这件事情 我们开车的话 我如果说是电脑 什么地方坏掉的话 你大概车子 连引擎都不会给你动了 你更不要说 其他的这种 不管点火车时 或方向盘 或干嘛 几乎全部瘫痪掉 电子战的车 功能就在这边 他整个舰队就把你瘫痪掉了 所以说我觉得 为什么说 这个现在来讲 你把这三件事情 结合在一起看 就知道 美国也希望说 在海底铺设电缆 到亚洲去 那中国现在来跟他竞争 中国是谁在 出自做这个 就是华为 我不要说老师 我们在赞美华为 那人家华为 是真的有这种本事 那中国 中国这种网路通讯能力 强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我们都知道 有个芬兰友公司 叫Nokia Nokia它 船了110公里 它的信号 才不会衰减 但是中国现在 在大陆上面 在他们陆地上面 它已经可以传输 3000公尺 1.2T的这种 传输量而不衰减 华为现在还有 这个海底舰队 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 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 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 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 克菲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 消化到机能 对方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 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 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药食 对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lfil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选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